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间接的加起来大概2000亿美元 可是到目前为止 大陆投资台湾只有22亿台币 这点是2000亿美元对22亿台币 这个两岸的投资是严重的失衡 难怪也给人家民进党有批判 说前进中国再留台湾 政府就应该加强对大陆招商引资 进入到台湾来振兴台湾的经济 创造台湾就业的机会 那么在这方面 请问你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除了我们开放这些项目之外 我们最近也组了一个这个投资访问团 针对有可能的企业 我们做专案的拜访 像这个我刚刚举例的汽车纺织 上下游之间相关的这个行业 那我在这边 市长我必须要指出来 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大陆地区 营利事业在台设立分公司办事处许可办法 或是大陆人士专业人士或是这个商务人士入台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办法 都过于严苛 你可以看到这个 我大陆已经对台湾了很多一般人民都已经开放多次到大陆的这个签证了 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开放的这个非常非常有限 而且还没有开放很多这个领域里面 前不久就有明川大学请来的一个大陆知名的学者 他的入台的签证只不过因为延后了一天 他这个慢了一天而已 他到机场就不准入境了 就要原期遣返 就要遣返 那他们的这个学校就打电话给我 他们也讲说大陆对台湾都已经有多次签证 有到这个机场这个这个就地就地落地签证 我们到这些都没有 是不是在这些方面 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要协调这个 这个相关的部门呢也应该修改相关的办法 否则的话你说他到台湾来都没有办法 有效的采购房价 每次进来都要审核要21天 那他怎么到台湾来做生意啊 这个有关商务为主的这种访问 这一点我们有在跟各单位来协调 人员的进出 在移民署这些方面里面应该去协调 有我们有 至少在这方面要放宽 对不对多次多次入台的签证 专业人士商业人商务人士就应该开放啊 对不对大陆对台商他招商引资 他很有办法 他都是多次去大陆的签证啊 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这些方面都不开放 心态还是过去锁国的这种心态 推一下动一下 那你怎么招商引资啊 针对他有来投资或者已经跟台湾地区的厂商有关系的 这个这个在处理上当然就比较 可是你可以看到 全球大陆商业人士 这个他如果在大陆是知名的企业的负责人 那为什么不能给他多次入台签证呢 这个他到台湾来是招商 到台湾来是采购 到台湾来是 是是访价 那对对我们的贸易有有帮助啊 到台湾投资有帮助啊 这些方面是不是应该加强 尽快去协商 好吧 好这个这个我们尽量来处理一下 好吧对大陆的这些知名的企业这些负责人 你就应该给他入台多次的签证吧 专业人士知名人士 对不对就应该给他多次入台签证嘛 那大陆在这方面都会变通 我们怎么没有变通呢 我们现在对 这部分要求您尽快协调我们的这个移民署 哈 好不好 好您承诺了 谢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两岸投资严重的这个失衡啊 我们就拿 镇江 哈 这个市政府 他们的这个公布告 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 他们招商引资的成就来看啊 去年光是镇江一地啊 新批的台资企业46家 总投资金额 9亿7800万美元 你看看 光是镇江一个地方 就超过全部 大陆到台湾的投资的20倍以上 对不对 我们投资台商投资大陆镇江的 是大陆全部投资台湾的20倍以上 那我们在这方面真的要加油 我在这边可以跟这个市长 我说怎么样扩大招商引资啊 具体的这个建议 我提供你一些做法 谢谢 两岸之间呢 应该要建立 入资啊 这个招商 合作的平台 你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 80%啊 这个大陆的对外的投资啊 基本上还真是国有企业 啊 所以说负责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 你们经济部啊 你们投审会啊 或是我们的外贸单位 就应该跟这些大陆的中央的商务部啦 发改委啦 国资委啦 国台办啦 这些都是影响国企对外投资政策的重要部会 和可许可的重要部会 你们就应该加强跟他们沟通啊 建立合作的平台啊 对不对 地方上省里面 对于一些大陆的经济的大省 比如说像商务厅啊 台办系统啊 你们要加强联系啊 这才是针对重点的去联系嘛 对不对 这个市场可以答应在这些方面加强联系建立这个平台吗 这个平台我们以投资处为主 结合投审会跟工业局 投资是做单一窗口 对可是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真正商务部发改委国资委国台办啊 是影响大陆对台投资的 这些你们就要加强联系啊 是我们至少透过国台办 国台办系统联系其他部会 这个都有在做 这有在做做的不够嘛 对不对 我们这部举个例子 光是台商到正江一地的投资 就是9亿7800万去年 去到现在为止 大陆到台湾投资才22亿台币 台商到正江投资是 大陆到台湾投资的 20倍 那你精力不得加油啊 对不对 而且你说 而且两岸互补 那你精力不得搭桥专案下面这些所有的案子 你就应该加强去造商引资啊 对不对 那你应该搭桥专案既然是两岸互补的产业 你就应该搭桥专案这些项目 哪些项目应该加强造商引资 你搭桥专案有哪些 搭桥专案在汽车啦 纺织啦 在通讯 通讯最主要是我们的 我们的很多产品 你就把搭桥专案有八九项嘛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八九项哪些 再生能源包括都有 还有什么 再生能源 LED啦或者 那这些方面就应该加强造商引资吗 对 搭桥专案基本上不一定是 是朝吸引他来投资的方式 反而是扩大我们的这个 占有率或者这个厂商的这个 能够access到大陆 一样双方双向的吧 是双向对 我们到那边去扩大市场债率 他们到台湾来创造更多就业嘛 对不对 这个你搭桥专案就应该加强嘛 另外你可以看到 锁定对外大陆投资的大省 排名在中国大陆投资前三名的省 是广东 是江苏 是山东 他们是外资投资最多的 他们是 他们也是 这个对外投资最多的 这个大省 那我们应该加强联系啊 对不对 中国大陆对外投资前三名的省市 广东 北京 上海 那这包括省市的话 那这几个省市 那你们应该加强去联系啊 对不对 那有做法吗 这个其实投资会原则上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做 那你为什么刚才都没有回答出来 我们感觉到好像经济部没有做法 有 要开放 那我请问你 要开放的重点项目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开放 扩大开放 现在显然你可以看到 大陆目前到台湾来投资的这个项目 电脑系统设计服务业 航空运输仓储业 批八级零售业 电脑产品 电子产品 光学产品制造也就这些 那很多都台湾的强项 那很多是观光旅游配套 其他项目太少了嘛 你开放的 显然不符合他们的需要嘛 我跟委员报告像汽车纺组织 这一点串机械 零组件这些东西啊 其实都在已经开放的项目里面 那这些都是我们最近的 不是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所开放的项目 他们大陆所投资的 集中在少数的几个领域嘛 显然其他的领域开放不够嘛 那你今后要扩大开放 刚才消委委员问你 那你也提不出来具体的 还在延商 你还在延商 你怎么去招商引资啊 我们针对已经开放了 先招商引资 那个 真的你们应该定定个目标 如果说今年啊 招商引资啊 大陆的省市都会这样子啊 对台商招商引资 达不到一定的成果 他就下台 那你们也一样 也应该定下这样子的目标 否则的话 两千亿台商对大陆的投资 对大陆对台湾的投资 只有二十二亿台币 太不成比例了 那你们招商引资的 成效在哪里 对不对 那你达不到成效目标 你们定不到目标 每年不能够成长 百分之十五二十 大陆的 这些市委书记 市长他们就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那么积极热情呢 他们定下目标 达不到就下台 韩国对外贸易也是这样子 达不到目标就下台 韩国的外交部 驻外人员 达不到增长贸易的额度 就换人 那你们也要定下相关的规定啊 对不对 我再请教您一下 南山人寿啊 有一点兆 1.6兆的资产 现在中策 博制 这个私募基金的性质 初音集团的这个性质 现在你们投审会 大家审查的情形是怎么样 我昨天了解最近的进度 因为这个有十几个 这个涉及到 三万六千的员工 涉及到四百万保护的权益 对不对 它是一个中 初音集团的性质 私募基金的这种性质 从来 这个营运这一方面 根本就没有相关的事格性 那你们 你们先审查结果是怎么样 最近的状况是 还有很多单位 还需要他们再补充说明 所以现在要把各单位 要他们补充说明 只要收集再请他们说明 目前的状况 再请他们说明 然后说明就给他们许可吗 不不不 这个还是继续在审 还是继续在审 请投审会 我们的这个主委 这个直密是不是说明一下 好吗 你对这个状况了解 当初我们开公立会的时候 叫你严格把关 这样子私募基金 这样子初音集团 他专业人士 他的专业经营团队 跟他的这个股东的这个成分 都不符合 这个事格性的 你们可以准取他进来吗 报告委员 就是因为刚刚有委员说 讲各些一些专业的事情 我们分别请专业的主管机关 包括军管会 包括劳委会 包括这个路委会等等 就他们的专业的范围的话呢 提供我们的审查意见 但是提供审查意见过程当中 他发现有资料不足的部分 还要再继续补刚才我们次长讲的 最后意见汇总到投审会来的时候 我们才会开委员会议 开完委员会议的时候呢 才能够审查定案与否 你们是要采取全数 这个全体一致的 只要有一个部会反对 就不会给他许可 对不对 是我们主席就是我们次长 OK你们是要采取全体一致的 只要有一个部会反对 就不会给他许可 基本上都是这样 我们有好几次 另外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请教 就是我们看到 现在民进党提出一个 中国人投资条例草案 我觉得干脆改名叫做 这个反中国人投资条例草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里面要求 这个一切以现金来投资 那以后大家都要抱着麻袋 来台湾投资吗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三亿以上 就要经过立法院来审查 那我们立法院以后不要开会了 我们就办理投审会的角色 恐怕都扮演不及了 这种情形 然后第四条第五条 几乎排除了所有产业 可能投资的情形 然后这个第十二条里面 中资入股 只要达到五分之一 就视为中资的企业 就不可以投资 所有这些项目 那等于是 只要这个大陆入股 入股了这个五分之一 连台商的五分之四 我们台资自己的五分之四 都要连带的 都要变相的 等于是处罚了 这种情形 哪有这种 哪有这种条例呢 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就已经定下了 两岸经商的一些管理办法 ECFA通过以后 它再搞一个 要用法律来定制 中国人投资条例 这个第一个 歧视性的条文 从来各国也没有 针究一个国家 一个 一种条文 然后它这个中文 投资条例 干脆 它的这种条文内容来看的话 干脆叫做反中文 投资条例 就是这样子 你们会让这样 你们会支持 你们会支持这样的条文吗 我们希望这个 大陆地区 跟台湾地区的这个 既然有一个条例 在那边 所有的规范 就是一个 特别法在那边规范 我们觉得这样就够了 觉得这样就够 不会支持这个 所以这个办法也就是根据 我们这个两岸关系条例 这样延伸下来 授权的执法 OK好 谢谢您 谢谢 谢谢